地球征战的生机,比我们想象中蓬勃得多,针对生不生命,Deep Life的研究显示,我们的脚下存在着一个丰富独裁的生态系统,它的规模几乎是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两倍。 虽然身处高温高氧,毫无光照,营养稀缺的环境,但科学家估计,地下生物圈的微生物生机量然,总量介于150至230亿吨,是全人类总重的几百倍。 这下为70年的研究显示,地球上所有的细菌和骨细菌中,有七层生活在地下深处,国际生态观测联合会Deep Carbon Observatory表示,这些地下物种的多样性,开比亚马逊雨林,或加拉帕哥斯群岛,但不同于那些地方,这个环境基本保持了原生态,因为人类尚外塔族那里的大部分区域。 这就像在地球上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库,田奈希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副教授凯伦劳埃德·Karen Lloyd说,我们不断地发现新的生命类型,结果,那么多生命都在地球内部,而不是地表。 这个团队集结了1200名科学家,他们来自52个国家,跨越地质,微生物,化学,物理等各个学科。 这三研究为期十年,将于一年后结束。 科学家从地下与五公里深处的近空里,以及海底酸碳碟分比取样,构建出这个生态系统的模型,并估算生物碳的可能含量。 结果显示,地球上70%的细菌和骨细菌都存在于地下,其中包括生活在含流盆泉中的带次Altococles,以及菌株121G1G1MMA,Ban Rosie,这是一种单细胞生物,建于121摄氏度的海底热液喷口。 在地下2.5公里深处,科学家发现了这样一种生物体,它深藏地下几百万年,或许完全不依赖太阳的能量。 在这种低能量环境中,它对于制造假玩,用处或许不是生枝或分裂,而是取代或修复破损的组件。 朗埃德说,在我看来,最奇怪的一点是,一些生物体可以存活几千年。 它们代谢活跃,但维持着一种静态平衡。 其所消耗的能量,在以前看来,是不足以支撑成命运转的。 俄勒冈州立大学微生物生态学家瑞克科尔维尔维克,科威尔,说, 地下生命的时间,尺度跟地上截然不同。 一些微生物已经活了几千年,要不是板块运动,地上或火山爆发,它们几乎一动不动。 人类所适应的周期,都比较短,比如基于太阳的昼夜循环,或基于月亮的月球周期, 但这些生物体所处的是抵制时间尺度上的,缓慢而至久的周期。 各个地下生物却因抵制和地理而异。 它们加起来的体积,估计有20亿立方公里,但未来它们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张。 研究人员表示,它们的发现离不开两大技术进步,可以穿透到地窍更深处的转机, 以及更加先进的显微镜,从而能够探测更加细微的生命。 一直以来,科学家都在探寻生命生存的下限,但挖得越深,找到的生命就越多。 目前,温度的上限是122摄氏度,但研究人员认为,若持续太索,并演示更加精密的仪器,这个记录也会被打破。 其中依然有很多不解之谜,包括生命是从地下向上蔓延的,还是从地表向下渗透的。 这些微生物是如何跟化学过程交互的,以及这对生命与地球的协同进化有何启示? 科学家们表示,以前发现涉及到哲学和地外生物学的领域,后哲制对地外生命的研究。 罗伯特·哈森·罗伯特·哈森·哈森是卡内基科学研究所的一名化学学家。 他说,我们不得不自问,光是地球上的生命,就能跟我们的预期如此不同,那在探索地外生命的过程中,等待我们的,将是何等其特的生物。 翻译 叶行 沈教 李莉 造就 剧院士演讲 发现创造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